也要主动说明 你可能的质学术 只会中心关心你 这位大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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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来探讨 由世青菩萨所著的 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已经探讨到第二品 发心品 从发心品里面 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有正确的一个方法 能够让我们真正发起菩提心 所以借着思念诸佛 还有观生过患 还有能够敏念众生的苦 还有能够发起 能够正最胜果 这样子的四个因缘 让我们真正的觉得 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 就已经依照里面的文字内容 就已经探讨有思维诸佛的功德 还有能够观我们自己的色身的过患 然后能够起出离心 还有如何要以正道佛的这样的境界的最上最胜的果 那第四个因缘就是能够敏念众生的苦 那从众生的苦里面 我们已经谈到了众生最主要的苦的根本 也就是被无名所赋 然后从众生所造的这一些恶业所受的苦的内容 那我们接着呢 就是要来进入谈到众生的苦里面的第三项 也就是众生常常会集不善业 有四种的情况 也就是众生呢 会常常造这一些恶业 就是不善业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主要还是以根本上面来观察 所以这四项里面第一项 也就是众生会积极 就去造这些不善的业呢 它的第一项是众生为爱欲顾而造作诸恶 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会造恶呢 也就是因为我们从心里对于外境 我们起了有爱值 而有这种贪欲 所以这种欲望呢 它是会推动我们去做动作的 那这样子的爱欲呢 它会就是让我们迷失了这一些的理性 那所以为了要去争取 获得我们所爱值的对象的时候呢 那可能它就会造或者是杀啦 或者是偷盗啦 或者是淫欲啦 或者是恶口啊 妄语啊 那这一些的恶业 那它的根本呢 最主要的是因为 我们心里的那个爱欲 它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里所谈的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爱欲 而造成的这个恶啊 还是要从根本去去除 那所以第一个 要能够看到这样的根本 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要能够看到 众生知欲生苦而不舍欲 也就是说众生它的这个苦是由欲望而生的 可是呢 它不愿意去舍弃这样的欲望 所以这个是跟第一项呢 它是紧接着来的 因为第一项它是知道说我们会造恶 它一定是心里有一个所需求所贪值的 不是贪这种财或是赦或是名 那或者是实 就是这一些的享受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一个贪欲 那这个是根本 那第二项的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根本 它会让我们造这样的恶业 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苦 因为一个是会可能得到了 或者是可能得不到 那得到的话 那它可能它是伤害到别人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受苦爆 那如果是得不到的 那我们可能在没有得到的 求不得的时候呢 也就已经在苦了 那我们不知道说 这样子的苦 其实是因为 我们从根本上面的一个欲望所产生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欲望去掉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要有这种能力观察到 就是我们的心念的这种发起 然后推动了我们的情绪 然后造成我们的这种 这个行动 那像我们之前有曾经 看过这个社会报道 那有年轻人他很喜欢 所以要去放那个炸弹 要去爆炸 那被警察抓到了 警察问他说 你为什么都会做这样的行为呢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心里就是有一种冲动 他就要去 好像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他自己能够有这种观察力 说他的那个欲望 要去做的那个行为 那他是会造成人家的痛苦 那造成人家的痛苦 在我们这个世俗上面呢 他有法律的制裁 他也要被人家 就是去 就是受这样的刑罚 那他也受苦 别人也受苦 所以他应该要看到说 这个欲望这个念头是不对的 那他就是 就应该就可以把它止住 那这样的话呢 别人也不会受苦 自己也不会受这样的苦报 所以呢 在这里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众生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是众生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从观察自己 而也能够观察到 别人也是相同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观察众生的这一些的情况呢 我们就要能够有方法 能够自己 能够自救 而能够救众生 那第三项呢 就是要能够见诸众生 虽欲求乐 不拒戒 这个下面的两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从众生的实质上面 他受到这个欲望的 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他有这种习性 一个就是 他是希望是要享受的 享乐 所以他是要求乐的 那第四项呢 就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众生虽然不乐苦 不喜欢苦 可是呢 又造苦不惜 没有停息 所以这两个是 正好相反 就是他要求乐 可是在求乐 就是自己喜欢的 这种享受的 这样的过程 他的行为 又不拒戒 足 就是没有按照 这个戒 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 让我们不造恶的 一个基本的规范 所以说 在佛法讲的 戒定慧 三无漏学 这个戒 基本上就是 从我们的行为 违范上面 先来戒定说 他是善业 或者是恶业 那善业呢 也就是 基本是 没有造恶业 那恶业就是 伤害到人家的生命 就是杀了 清损了人家的钱财 人家的所有物 就是偷盗 那淫欲 就是清损的这种清净行 那第四呢 就是妄语 就是从语言上面 就是欺骗别人 说谎 不正语 那这个是 语言上面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第五的这个饮酒 基本上是说 让我们的意念 要能够保持觉知 那如果是做这些的行为 就是犯戒 所以是恶 那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基本就是散了 然后再来积极行善 就是能够不杀生 就是能够不施 不偷盗能够不施 那不杀生能够爱护众生 护生乃至放生 那这些是爱护众生的生命 所以是积极的 然后能够修清静行 那能够这些的一种 善的考量的话 就是真正让我们 在行为上面 就不会有受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依照戒行来求的乐 它就是无苦的乐 那如果我们 不是按照戒行的话 它为了自己求乐 那它就会伤害别人生命 或者是偷盗 截取人家的这些钱财 为自己己有 那这样它自己就会受 当下我们世间的法律制裁 那乃至它自己本身 会受到将来贫苦 这样子的一个果报 这个是基本的戒 就是从因果法 从我们自己本身的 一种不伤害 而能够积极行善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观念 它是整个的 世间的一种定律 所以要先了解到 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求苦 那还是要依照 基本的戒 有没有这种 善恶的这种违反 然后我们去求的乐 就是第四个 就是众生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那么它是虽然它不喜欢苦 可是它还会受苦 那它的这个苦就是因为 它当初为了要想要求乐 而不依照戒行 而造的这种 真正的这种苦的因 所以现在就受到这个苦 所以到它受到这个苦报的时候 它就不喜欢苦了 所以它不喜欢苦 可是又造苦不惜 所以第三跟第四 它两个是互相的 所以要能够真正 不受到苦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行为 即使是我们要求乐 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也要顾及到 我们有没有违反到这个戒行 所以要学这个戒 也是我们要学佛的基本 所以我们通常说 我们学佛开始先三规一 然后也要受五戒 就是能够真正落实 所以从发菩提心 能够敏念众生的这些苦里面 也是要观察到说 我们通常不了解 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在世间上面 我们以为说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也没关系 那这样的时候 它都不知道说 我们在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就是在造这个不善业 不善业就是会让我们在这个世间 会有承受到这个苦吧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众生的这种 所受的这一些的苦 所以我们要能够发菩提心 主要的也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了解这个苦的因 然后能够帮助众生 了解这个苦的因 它就不会造这个苦的因而受苦报 所以这个是第三 就是看到众生不善业 而要能够发菩提心 那第四项也就是要看到众生在不善业里面 有的它还是造极众恶 也就是重大的这些恶行 这些不善业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就是小小的啦 就是说它是我们生活起居里面 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众生的苦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伤害到众生的这个生命啊 平常我们就是饮食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啊 那我们就已经在吃众生肉呢 那伤害到众生的生命啊 或者是我们生活起居里面 小小的蚂蚁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随手就把它捏了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 这个蟑螂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田地里面的一些蟋蟀啦 我们好像就是看到它很小就要捉弄它啦 或要伤害它这样子 那这些的行为呢 可能我们平常都不会觉得很重耶 那可是这个也是一个不善业 所以在第一项里面呢 就是要看到众生毁犯众戒 那虽然呢 有优据 可是呢 还放异 就是有的它真的是杀了人啊 那或者是就是偷盗啊 那这些的这种众戒 那它虽然心里会有起这种恐惧 可是它自己又没有这种能力 又放中它自己的这些的习性 还是在就是能然去做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有的他这个犯罪了又被抓了 然后呢 有时候是有起满了又回去了 他回去了以后他又犯了 那有的人他习惯就是到了人家的这个商店 他就顺手牵羊 那被抓到了 他反正是 他是习惯了 他是下一次又再犯了 就变成一种习惯性 所以这个是众生的一个这种习性 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发菩提心的时候 是因为说我们众生有这些习性 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看得到 那要能够改 那所以第二个的这种罪业呢 他又更重 就是造五无间业 就是五种无间业 那通常这个无间业呢 就是他要堕到无间地狱的 那五种无间地狱呢 他基本上就是说 堕到这个恶的地狱呢 他是因为造了五逆罪 就是杀父杀母 那杀欧罗汉 破佛生血 或者是破合合身 那这一些 就是对我们生命最有恩的 就是父母 那他没有感恩 又杀父杀母 那这个是罪大恶极 那杀欧罗汉是圣人 他是正果的圣人 那这样子的罪 当然是最重的 那还有就是有伤害的佛 还有这个破合合身 那就是让一个修行的人 他不能办到 而变成是一种 好像挑拨灵间 然后让这个僧人 就是分裂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造成人家不能够修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罪业也很大 所以叫做五逆罪 那五逆罪要堕到这个无间地狱 那无间地狱主要我们从地藏经里面也看得到 就是地藏菩萨在解释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狱 他主要的就是他没有时间的间断 那他的苦是无量的 就是无间 那一个人也满 多人也满 所以也没有间 这是间就是没有分别或是中断 那他就是要求一念的这种休息也没有 那这种苦呢 他一受的这个苦呢 他就没办法停 所以有这种五种的这种这个苦 所以叫做五无间的这种地狱的这种夜报 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可是众生在受到这一些的苦的时候 能然呢 就是凶丸自闭不生惭愧 那是看到说 真的众生好像 我们自己在造恶业的时候呢 还是不认错 就是不知道生惭愧 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造恶业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众生的苦 所以一样的跟第一个 就是说他已经在犯这一些的 煞到淫妄 那这一些的这种众戒的这种的夜 可是他也是还是一样照样去做 就是众生的习性难改 然后第二个就是众生造了这样的忤逆罪 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很顽固的都不知道悔改 所以要发菩提心是主要的是说 那众生真的是很难改 所以更要发菩提心去救他们 所以因为这个是要救更苦的众生 所以更需要有这个菩提心才会有这种力量 那不然的话会觉得说 那众生就是自己就是要自甘堕落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难度的也还是要度 所以这个部分就好像地藏王菩萨 他也要去度地狱众生 所以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那个寺院多大 所以地藏菩萨也是发了大的菩提心 所以连这一些的众生都要度 所以这一点 这一些特别要列出来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发菩提心的重要 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不能够舍弃 所有的众生他就是因为他无名 他造业 所以他会受苦 他会堕在地狱 有这样的恶报 那更要有这种菩提心的才能够去 也能够要起这种慈悲度化的心 所以这个都是要有这样的菩提心的 才有这种力量 那我们再看第三项 也就是说要能够悲悯众生的 这些的造击众的最大的恶业里面 他就是要看到众生他也会去毁磅大乘方等正法 也就是说有的众生他会磅法 那连大乘方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这种修行法门 也会毁谤 那这样的罪是很大的 他也是一种重罪 因为大乘的经典 主要就是鼓励大家要发菩提心的 要行菩萨道的 那这样子的经典他是以利他为考量的 那你这样子的一种毁谤呢 就等于是就是阻止了人家去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样的一种无知无明 那乃至呢 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他还专于自职 专于呢也就是说他自己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 刚毕自用 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错 而且呢好像要错到底这样 就是专 专于 就是他自己是愚痴的 他看不到说这个正法 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 那他只是觉得说 有的人说为什么你要去帮助别人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些行善的行为呢 因为一般都是认为就是 我的钱我应该自己享受啊 我自己的一些的一些资粮啊 我有的一些财富的这一些的这种财产啊 应该是自己来享用啊 那怎么可以平白给别人家呢 那他不知道是说 那在大乘的一个观点呢 他是基本上是能够看到这些诸法的无常啊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拥有的这一些 他也可能起变化 而且这一些呢 他如果我们自己享受 其实一个人的这种所用也不多啊 那我们自己享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在把我们的福报减损啊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有的这一些的资粮啊 财富啊 那我们是拿去运用 就是能够做有力的帮助别人 人家有需要的 人家有缺乏的 那这样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那这一些放在那里没用的资源呢 他就起效果了 所以我们就有善的因 那我们自然也会有善的果啦 那尤其是我们的心 是以利益的这样的一种心呢 他就符合菩提心了 那这个菩提心他是增长 就是让我们就是以后变成是 我们生生世世都会循着这样的一个行善的诡则啦 所以这个是大乘的这种教导 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种广大的心 所以这边说大乘方等正法 所以大乘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 所以他的乘就是交通工具 就是要让大家一起能够行菩萨到成佛的 那方等也就是说能够平等等式一切众生 方等它是好像是四方的正方形 就是每一边都一样 所以它是从我们自己本身自我跟众生 它也是平等 那我们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这个佛性 也是跟佛同样的本质 所以是佛的慈悲才让我们众生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这一些的这种困苦的境界里面的这些繁复地 我们也有佛的种子 我们也可以有成佛的可能 所以这个是佛的智慧成就了以后 佛的慈悲又能够不吝啬的来教导我们众生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一个道理 让我们可以提升这样凡夫而入圣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法 如果我们还要去毁谤 那这样子的恶就是重恶 因为让人家起不信或者是破坏人家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信仰 或者是不让人家去学习 那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正法看不到他是好 所以他又以为说他自己才对 所以专于然后自执 执着自己的这种见解 那这样子的这种恶它是变成是 它好像是佛经里面说的是一禅题 一禅题就是那个禅是一个门下面一个丹 那题就是提起来这样 一禅题它这个是从梵文的因来翻译 那这个是因也不是说一个什么 它是就是因译 一禅题它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他没有对佛性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 他不相信 那这样子的人在佛法里面 在涅槃经也是说一禅题也有佛性 即使他棒了这个大乘方等正法 这样子重的罪 我们还要更加的起菩提心来度化这样的重生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发菩提心呢 最主要的是说我们也曾经是完全是无名的 我们现在接受佛法 我们了解佛法的这样的尊贵 这样的宝贝应该是要好好的去修行 可是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说我们可能也是历经很久的时间 我们这一次才有机会来了解佛法 也能够真正落实来修行 那在过去我们可能也无名的很久 痛苦的很久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承受一些苦报 那所以呢更加要来发菩提心 最主要的也就是要对他们能够有灵敏而愿意度化 是这样的 那这个第四点就是要能够看到众生 虽怀冲则而聚断善根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四字变冲 四字变冲就是在世间上面看起来 他是很有智慧也很会这个辩论 那可是呢他又聚断善根 也就是说他具备了就是断除善根 他就是不愿意来看到这个世间的因果法 不愿意相信我们众生是应该要从因果法的这种形善 然后从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套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佛的时候 在佛的时候也有这种外道 他是四字变冲 他是也很会辩论 可是他就是波无因果 那他所说的呢 他说这个世间是就是没有这个断灭法 就是这个世间是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定律 他就是无诡则的 那就是这样子没完没了这样子 那有的又觉得说这个世间是只有一次 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生到这一次以后呢 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断法 那前面的就是是长法 就是这个世间就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延续下去 那延续下去没有一个诡则没有因果律 那有的又说这是这一次而已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说那你这次怎么做的以后 那也不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那这两个都是这是不正见 他是邪 所以叫做外道邪见 这些的这种看法 那他听起来他很会辩论 他也会就是头头是道 所以他自己供高永无改悔 他就是自己保持自己的这种不正见 那不愿意接受人家对他的一个就是这种修正 那像佛 他是看到的他是从修行来的 是从界定会来的 他是因为看到世间是因果法 是因缘法 所以有因必有果 这个是世间的定律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所种的因 那不要受到这个苦报 那这是究竟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一种观察 就是提升了我们真正的智慧 所以不是世间说我们有变财 那我自己有自己的这种组织能力 就是讲一套这种理论 可是跟这种政法所看到的因果因缘 然后看到诸法的本性是空级的 然后又看到说众生他虽然是本性是空级 可是众生他是执着了这一些的贪欲 所以呢 他在本性空级里面造种种的这种恶业的有 所以会受种种的恶报 所以佛是有这样的慈悲跟智慧 他是正法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他是凭着自己想象的 自己的片面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怀冲则而聚断善根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依照因果律来学 他说的道理也好像很好听这样 可是不符合因果 也不劝解人家按照因果来 来做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的行为 那这样的时候呢是不负责的 可是他自己又不知道自己的错还坚持 而不知道悔改 所以这四个就是众生的众恶 就是一种让自己好像都没办法改造的 所以叫做众恶 那从这些的众生的苦里面 也是我们要能够激励自己来发菩提心的 那我们也可能还有那些的成分在 那我们也更加要对自己也要更深入的观察 然后来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再来就是第五项就是能够悲悯众生 能够悲悯众生的第五项 最主要的是针对众生是不修正法 这样子的内容是有四项 所以第一项是众生无名所富 那第二项也就是就是众生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众苦所缠 从无名而产生很多的苦 然后第三项是众生常常造恶不善业 那第四项是常常能众生是造众恶 那第五项呢就是众生不修正法 所以这现在的内容是属于众生的这些的苦的现象 里面的第五项 那不修正法里面的内容呢又有四种情况 那第一个也就是要看到众生不修正法 因为他生于巴纳 所以他不闻正法不知修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常常说 我们有受报官在戒啊 我们有修行啊 我们都发愿用我们的所修的善啊 能够回向我们将来呢不生八难边地 所以因为在这个八难的边地啊 会让我们呢 就是不闻佛法 因为这八难里面呢 这个里面有的是受极重的苦 所以他就是没有机会 没有这种心思听到佛法 那有的是因为太享福了 所以这个八难 其中里面呢 第一就是堕到地狱的难 第二是恶鬼的难 第三是畜生的难 所以这是三恶道 三恶道他就不容易听到正法啦 因为在地狱的话他太苦了 那恶鬼道也是一样啊 因为他得不到食物啊 所以恶 他多为鬼道 又是恶鬼 所以他也是很苦啊 所以他也没办法听到这个佛法 那因为太苦了 那畜生呢 因为是畜生的这样的一种果报呢 就是变成他只知道 什么地方有吃的东西啊 或是什么地方呢 那比较好的这一些的这种 能够睡啦 那就是一种惰性的 所以在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 是苦的没办法听闻到正法 然后呢 另外的就是有生在长寿天 或者是在边地的玉丹月 这两种呢 他是等于是好的 就是因为生在长寿天啊 他在这样子的天呢 他的寿命是有五百节 那长寿天呢 是在我们说的 是三戒里面啊 玉戒、色戒、无色戒 的色戒里面 他的一个 就是修禅定 而得到的这种果报 他就是长寿 就是修到有这个第四禅 就是色戒的第四个 我们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他是有禅定了 所以他可以再色戒 因为他就是减低了 这个贪生痴的作用 然后能够进入这个禅定的定的状态 然后到这个第四禅的时候 他心是集中的 那集中他是集中到一个无想 就是心就保持不动了 他只是不动了 可是他没有真正的一种 就是这种心的一种观察能力 所以因为他的心这么安定 他也能够就是延长他的寿命 有到五百节 可是他那个时候 他就好像是在那种冰河里面的那个鱼 好像冬眠 冬天在那个泥土里面的这个虫 那等到这个冰融了以后 他还是按照他的习性 所以长寿天 他那个时间他都没有想 那所以他没想 他也没观察自己的这些习性 所以等到他五百节的时间过了以后 那他的这种习性还在 没有真的断除 所以佛法常常说佛法要修的禅定 他还要有观察的智慧 不是只有定而已 有定还要有慧 定是让我们心安定下来 那慧也就是说我们有观察 在定中就是要起观察说 那我们的心性是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所以我们要去看到自己的这些的成分 我们来观察 我们看到到他的这种来去的这种动态 然后能够看到他实际上也不是实质性的 永远都在 他要是来一下去一下 那你不要执着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他就会减轻 然后再来看到他的本质是空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真正由智慧来破除我们的贪生之烦恼 那不然的话只有禅定的话 他只是好像暂时把他让他好像不起作用 所以从生在长寿天 他也是一种那 所以八难里面长寿天也是一种那 因为他这么长的时间 他就没起作用也没有学佛 也没有去增长智慧 那第五个就是边地的玉丹月 玉是那个忧郁的玉 那丹就是我们说双数单数 那月是越南的月 那这个也是音译 它表示就是胜处就是蛮殊胜的 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在我们四周 就是我们说有东南西北 那我们这一个周呢 就是初补世界是南的南方的 那它这个周呢 它是只要生在那里的 它的寿命就有一千岁 那像我们初补世界的人的人寿 像仁瑞啊 就是可以大概到一百岁 我们称为仁瑞了 那它那边可以生到一千岁 而且呢 它就是不会有人夭折 就一定都可以生到一千岁 那它既然可以有这样的长寿呢 它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享乐 那就是它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物产丰富啊 那人民呢都可以就是享受 享受得多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不会有圣人出 就没有佛会出在这个世间来成佛的 所以它没有这种圣人呢 所以听不到这样子的一种圣教 没有人教导啦 因为它在那边就是享乐 去到那边就是享乐 那像我们娑婆世界啊 诸佛都要生在娑婆世界 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啊 就是很苦啊 那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 它虽然所苦 可是呢 它很精进 它要发起这样的一个 这个心念的修行啊 它可以成就 所以娑婆世界有它殊胜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也更适合呢 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诸佛都要在娑婆世界成佛 是这样的道理 那八难里面呢 也是长寿天跟边地的玉丹月 都是难 因为它就是没办法听闻到佛法 那第六呢 就是盲容阴雅难 盲容阴雅难呢 主要的是针对说 有的人他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或者是他不能讲话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呢 没办法表达 所以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先天的障碍 那当然我们应该从这个观点来 也是不只是说它的色身 有的人他根本也不愿意看 也不愿意去听 那实际上也是等于是盲跟龙一样 所以他基本上没办法看 没办法听的话 他自然就是失去了 天文佛法的一个机缘 那第七呢 就是四字变充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他自以为是自己有一套 所以听到佛法 他会觉得 这个不是他自己成立的这个理论 所以他不愿意接受 那第八呢 就是身在佛前或是佛后 就是没有执佛事 或是有佛法相法这个时间 那连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他也听闻不到佛法 所以这个八难本身就是我们众生 就是不知道有佛法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不知道说应该要来诡犯自己的行为 从戒而来修善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项 就是众生会有遇到这个八难 而不知道天文佛法修正法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要发菩提心 来利益众生 那我们这个单元也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途苦 若有见蚊子 七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小爾夫 阿弥陀医 地霸 中风 际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屏东岩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的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谱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他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桃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海门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志弟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敬月 世家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扇刑与恶行 呈九千兆备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产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八月九日星期一 至八月十二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日期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及生活物资 共僧包 夏季农历 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下安居 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 防疫及生活物资 共僧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僧众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为什麽会出家呢 呃...这个...自己以前...去学校...呃...交一些小朋友啊... 跟这些孩子一样啊...不太爱读书啊...觉得世间啊...学校啊...老师所教的...很有限...那个时候自己是...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人生就一定是要...向老师啊...向家长所安排的...要好好读书呢...然后要考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然后要做什麽呢...当然就是要成家...要立业... 哦...要照顾家人...要养巧寒啊...那么自己...跟这些孩子们就这样子说...在这个生命上啊...有很多的问题...哦...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生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哦...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长这个样子...然后会遇到... 哦...各种不同不样的人...哦...还有各种的情境...哦...有时候...不是很顺利...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学校的老师...一般是没办法教我们...这些道理...哦...当然自己有这个姻缘...也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参与佛教的社团...啊...有姻缘啊...有姻...啊...接触到佛光山的分院...啊...星云大师... 啊...坐下...啊...皈依...啊...皈依之后...就开始去接触佛法...啊...发现佛法它的奥妙...啊...它可以让我们人生...没办法解答的问题...从佛法当中可以获得解答...啊...也就是...从这个因缘果报当中...我们去思维...啊...今天...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种的情境...啊...为什么会出生在这里...啊...会在这个家庭...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啊...就从佛法里头...啊...就得到答案...啊... 啊...但是还是不太能够满足于自己...因为在这个世间...修行...啊...自己觉得不太容易啊...啊...啊...很多的问题...啊...也很多的诱惑...那...遇到了一些障碍啊...啊...往往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啊...那后来有姻缘...啊...接触到我的恩师...也就是南投...啊...民间...啊...万丹那边...啊...摆好禅寺...啊...开三方葬... 啊...啊...上禅下心老和尚...啊...啊...啊...排好禅寺...它是...一个...啊...啊...算是...有在办辅导教育工作的一个道场...啊...啊...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政府没有照顾到...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些...要欠缺的部分...啊...也就是像...啊...中错生啊...啊...啊...或者是一些...家庭失去功能的这些高关怀的孩子... 啊...啊...那么...我们白小禅寺就是有...啊...啊...的师父啦...啊...就是有发向的心...啊...那自己受到恩师的感动...啊...啊...后来就...啊...在那边常住...啊...那也受到恩师的鼓励...啊...就...出家...那这一路上走的来...其实很...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啊...常住寺院的栽培...也很感恩...啊...自己的恩师哦...这样的提息...啊...啊...让自己可以...啊...啊...去...啊... 学习 无论是在佛法上的用功 或者是在这个世间的 辅导跟教育学的上面的 精进 当然希望是能够把佛法 跟世间的这个辅导 教育能够结合在一起 是会有教我们 如何来修习直观 那 可以用 我们说 佛法里头直观的方法 或者是用瑜伽 或者是静坐 调洗的各种方式 那其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如何能够安住不动 不让自己的心 起心动念 来因此造罪业 那这有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 努力中求随缘 就好像我们的呼吸 每一个吸气 就是一个提起 就是面对生命 它就是需要去努力的 那每一个吐气 它就是一个放下 也叫随顺 从我们的姻缘 再勉强 也都得随缘 那就像我们的走路 每提起一步路 一定要往前跨 往前踩 那它当然也是要放下 每一个提起 它自然会伴随一个放下 那这个放下了 它当然也得要再提起 不然就停滞不前 那提起了 它重复还是要放下 所以就是不断地提起 而放下 放下而又提起 努力了 同时又能够随顺因缘 那么也不是 有一直的随顺因缘 它还是不断地 必须要去努力 与面对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 一片大海 有风在吹 有气流在动 所以 它会有种种的 波浪的相状 那么它的体性 它重归是海水 它的体性 原本是不动的 却会因为种种的因缘 而产生相貌上的改变 这是一种随缘 随顺因缘 那我们面对种种情境 当然这里头就包括了三世的因果 在过去的这个因缘 成就了 所以得到现在的果报 面对现在的果报的时候 你要如何能够不变 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安住 也就是在随缘的过程当中 而又能够不变于己心 追求佛法 成就圣道 当然自己本身 要能够坚持自己的出发心 让自己的生命 更真理圆满 在迈向圣道的这条路上 才能够持续的精进不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